谁呀 谁 哎哟小赵 是不是又喝醉了 嫂子 宋公英过度劳累 双眼战士性失明 那敢管送医院呢 来 小心点小心点 坐坐坐 嫂子 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 你别着急 医生啊说不要紧 让他好好休息 孙公的眼睛会恢复的 谢谢你啊小周 嫂子不用谢 哎对 孙公的包 你们照顾好孙公 让他好好休息 我呀明天把孙公的情况 向吴总汇报一下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好好 好的 慢走啊小周 叔叔再见 走了走了啊再见 走了 再见 爸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一方 完了 我眼睛瞎了 再也看不见你和毅然了 让我死了算了 我这辈子 完蛋了 你别着急 你这样子对眼睛没有好处 爸 这一下你再也不用上班加班 也不用出差 更不用忙着应酬熬夜了 毅然也说得对 这样也好 在你病的这段日子里好好休息休息 刚好可以多多陪陪我和毅然 啊 就是 今天 爸 妈 我上去去了 小心点啊 哦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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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宋 不错呀 能走这么远了 你呢 先坐在沙发上歇一会儿 我去单位请个假 就回来陪你 然后再去买烫菜 嗯 早点回来 那我没回来之前 你千万不要乱动 听到了没 我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那我走了 嗯 哎 老师 风风火火的 有什么新任务吗 老宋的眼睛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对 昨天晚上 大夫说是暂时性的失明 那你还来干啥 就是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就是 我那我这来呢是第一给你请的假 第二还有工作任务给你安排一下 你赶紧说 嗯 对 这个 嗯 这个务必把它今天填好 好的好的 嗯 这个 这些 今天报到区上 好好好 那你赶紧去吧 那我先走了 哎哎哎哎 嗯 六阵 赶紧去啊 哎呀 这事弄的 那侄饰了 不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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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完蛋了 小姐,那是铃铛吗? 对,麻烦您去看看。 这一个多少钱? 那你给我拿三个好码了。 好,谢谢。 慢点啊。 好,谢谢。 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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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嘱咐过你了吗 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乱动 我知道你心里痛苦 这事搁在我身上也一样 我能理解 岳芳 我 我真是没用 你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去了 我就是怕你感到孤独 我特意买了三副铃铛 一副拴在你的床边 你有事的时候摇一摇 立个卖两副放在我和孩子的身上 这样呢 你就不感到孤独和寂寞了 你休息会儿吧 我去做饭 宋阳 来 吃个苹果 爸 妈 回来了 喂 妈 来 来 来 你把个铃铛盖上 爸 我今天英语考试又考了个第一 好儿子 好儿子 真了不起 毅然 扶你爸过来吃饭 好 爸 你眼睛现在看不见 走路一定要慢点 以后 我就是您的拐杖了 哎呀 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走 咱们吃饭去吧 走